请看第五行 非常重要的点击 什么叫谢呢 就是把所有的禅符 统统都把它解开 这个符啊 就是我们经常常说的烦恼 脱是什么呢 脱就是自在 我们脱离什么 才能够得到自在呢 一定要脱离这些 苦果才行 今天我们还在六道里面 还在实法界里面 就要受苦 所以真正觉悟的人 他要出离六道 出离实法界 要升到实暴土 学密宗的将来升到密言世界 修净土的升到极乐世界 修其他法门的 他会升到啊 华藏世界去 有意思的是哦 升到这三个所谓的不同世界 但是到了边之后呢 你就发现了 原来通通是一个地方 接着下面 为时速迹 又曰 言泄脱者 体积 原积 这里也是解释啊 这个泄脱 那么他这个体 就是元吉 关于这个元吉啊 在诸经论里面 有很多种解释 在这里呢 我们就选择几样 念个大家听一下 在玄奥大师翻译佛经之前的这些经典 都称为旧义 唐朝 玄奥大师 在他之前称为旧义 从他老人家开始翻译佛经这个时代的 经典就称为 新义 旧义 这个元吉就翻成是 灭都 翻这个涅槃 把这个涅槃翻成中文 是灭都 从玄奥大师开始翻译这个涅槃呢 是元吉 讲这个灭都 我们也要知道 它灭的是指灭烦恼 这个都 就像过渡一样 以前的人 他要过河 过江 一定要一些 交通工具 他才能够从此岸 到达彼岸 圆满诸德 极灭诸恶之一 所以我们这辈子学佛 能够圆满自己的信德 能够让自己的智慧德能向好 都能够现前 使自己 确确实实 可以做到 远离生死之苦 这是学佛的真实之力 我们只要 还在六道里面轮回 那就绝对离不开 两种生死 所谓的 分段生死 还有 变异生死 生死从哪里来呢 从执着 从分别 从起心动念而来 谁的分别 谁的执着 谁的妄想 造成这两种生死 是我们自己 所以《华严经》上讲得好 一切法 为心所现 为时 所变 时报 装营土 无论是华专世界 还是极乐世界 或者是密言世界 都是真心 现出来的一个国土 那我们这个地球 我们这个所谓的宇宙 怎么来的 是妄心 是阿勒严 变现出来的 使尊来到世间 告诉我们 要从这个虚妄的环境当中 觉悟 因为这个世界是妄念造就的 佛菩萨所住的地方 最起码他们是住在 这个时报土 圆满的地方呢 称为长极光景土 诸佛如来都在长极光里面 他们为了要度法身菩萨 献一个报身佛 在那里呢 天天讲经 帮助这些大菩萨们 快速地放下 烦恼跟习气 最后连无始无明的习气 也都没有了 这些菩萨算是怎么样呢 毕业了 我们现在离毕业还早得累 想想我们小时候 小学毕业文凭 高中毕业文凭 大学毕业文凭 毕业之后烦恼断了几分 幸福快乐 自在得到多少 那个时候快乐 就那么几分钟而已 回到家里面 是不是 这个毕业证书 往价值上面一放 得不到所谓的真实之利啊 那学佛呢 你如果能够回归到原籍 那就太好了 你就能够远离生死之苦 能够圆满获得 静妙之乐 他这个乐 是从内心里面 不间断地涌现出来 所谓的法喜充满 那世间人有没有乐 乐 他觉得他挺快乐的 什么地方很快乐呢 他也跟我们讲吗 唱歌很快乐 跳舞很快乐 打麻将很乐 玩那个电子游戏机很乐 有没有听到古人一讲一句话 他叫做乐极生悲呢 他唱歌是不是 请问他能够唱多久 顶多唱几个小时吧 所以我们要注意看了 这些歌星 他那个演唱会 一般是几个小时 长的话 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他怎么就不唱一天一夜呢 他没那个力气 他唱不下去 再说一句真话 您以为歌星真的在上面唱歌 他从头唱到尾 他可以作假的 怎么作假 他可以对嘴 他手上拿了麦克风 实际上那个麦克风没有开 声音从哪里来呢 后台播放出来的 这种事情 其实被戳穿了 不晓得多少次了 都还是有一些 著名的歌星 在盛大的典礼上都有 哎呀 在看到一些可爱的观众 有些那些年轻人 哎呀 特别兴奋 难得见到歌星 看到在上面 然后一蹦蹦跳跳的 窄歌窄舞的 实际上那都是假的 那么这个 其他的所谓的娱乐活动 都不能够维持很久 再看他们这种所谓的乐 往往副作用在后面 不像学佛 学佛呢 是不间断的 把我们的烦恼习气 放下 哎 烦恼放下越多 内心里面那种喜悦 现出来的 越来越广泛 所以真实的乐 还是从佛经上 才可以得到 请不吝点赞他